美国、日本、印度、澳洲 印太战略四国六日下午在东京 展开四方安全对话 日媒NHK和共同社报导 四国就合作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 达成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目标 确认了紧密合作态度 日本首相菅英伟亲自参加 蓬佩奥赞许菅英伟是良善力量 他推文谈首都会面 美日同盟从未如此强大 是印太区域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对于往后世代也是 蓬佩奥六日凌晨发布抵达东京消息 白天起印太战略四国外长互动形成紧密 蓬佩奥强调中共病毒流行危机 因为中共的掩盖而更加严重 我们正对抗疫情并重建经济 四方合作前所未有的重要 澳洲外长赫蓬佩奥还关切 中共在区域的恶性活动 蓬恩强调民主国家结盟的重要 印度外长苏杰生陆续推文表示 四国外长谈到双边与全球范围的特殊伙伴关系 他还写道 承诺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该秩序的基础支撑 包括法治 透明 航行自由 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 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他期待今天讨论议题 新唐亚太电视 陈慧谋 张东旭整理报道